影星古天乐张志玲 8月23日晚现身香港铜锣湾出席主演的新片L风暴 也就是反弹风暴3的首映里 活动现场主持人更惊喜拿出两人在1995年 合作拍摄TVB剧集天地男儿时的剧照 看到当时古天乐的肤色还是相当的白 而张志玲则是一副青春的模样 真是令人怀念了 不得不感慨一下时光飞逝得如此之快呢 其实我身体有一部分还是很白的 我没有觉得敬仰 没有 觉得好像最近的一个照片一样 没什么分别 其实拍摄的时候也没有聊到 真的没有聊到之前拍摄的 以前的20年前拍摄的一些状况的 但是最近在访问的时候 有很多全美的朋友问 你们之前合作电视剧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跟他也觉得这是好像昨天的戏一样 另外 敬风暴中也有不少动作戏 听说张志玲就不小心受伤 古天乐才还好顺利的完成了拍摄 那张志玲现在的伤势好些了没呢 我没有受伤 对 其实因为我们还是拍摄的时候 已经做好所有的安全 安全处事 所以比较安全 你去年走接他在啊 一点点而已 就是那个反应 反应蛋 就是被他弹到一点点 马上的没事 而8月27日 张志玲将迎来47岁生成 早前太太袁永逸在出席活动时 透露老公当天约了圆打麻将 更称不会怎么庆祝 害得自己也只能找节目去玩 哎 张志玲生日这么重要的大日子 当然要和家人一起过才是呀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今年生日 我妈妈在香港嘛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跟妈妈一起吃顿饭 因为那天也是他生命中很辛苦的一天 对 所以很希望跟他吃顿饭 另外提到张志玲的前经纪人良某 私吞酬劳罪成 被判两年徒刑 对此张志玲则不想再提 那个事情已经过去 而且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回应他这个事情 就让他慢慢的在我生命中消失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